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已经接近1万1了 来到10998 在去年大家还讲 不怕1万只怕1万1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一整年盘整的区间 在1万1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天险 在去年10月份指数迅速下杀 杀到12月的时候 还曾经杀到9319点 可转眼间又回到1万1了 这股市跟人生一样 有的时候不要去预设立场 当事实的走向跟你所预期的不一样的时候 要立刻修正 郭台铭要出来选总统 他说 妈祖要叫他出来做点事情 然后今天 我得到新闻是说 他要再问问看关公 那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总而言之未来台北的政坛 会越来越 这个应该这样讲 变数会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精彩 那我想政治跟经济 从来都不会分开的 所以我们去思索一下 如果当郭台铭先生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 对台北股市的影响会是什么地方 先做好准备 那台北股市今天 期货这个台子期结算 是做一个拉高 当然很正常 他期货有六万多口多单 那这个六万多口的多单 我想他也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拉高是可以预期的 可是你注意看 3008 黑的 拉台积电 对不对 台树是黑的 台化是黑的 可是呢 红海是红的 红家军啊 红家军啊 整体而言 红家军是属于相对低机器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就把这个选股的方向 我们就往 极其低的地方 因为 其实股票到最后 涨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 因为 你涨多了你再去买 后面的人 前面买的倒给你 那我想 那我想 你有再多的基本面 股价都会回档 所以 我想台北股市今天 由红海撑盘 当然 这个 有人讲的 今天是郭台铭董事长 透露口风宣报参选总统 所以 红海大涨 那我觉得 即便是如此 他的激情 应该也是短暂的 不如回过头来 我们去想说 我们进入到四月份了 我们哪些事情该注意的 第一个 不要随便去追高 不要随便去追高 第二个 那 哪一些是委屈的 本益比偏低的 他未来一定会还他公道 那你不要 当然 你不要说买了 隔天直接涨停板 或者是买了两三天 之前涨停板 这个我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 当冲隔日冲 我觉得 冲得有点乱七八糟的 来 我们先看 我当时跟各位讲 这个波若薇 他在整理 那我讲 整理完毕 即将突破 其实 你不用去想他 你一定要买到这里 或是买到这里 你在这个地方 你做切入 然后跟各位讲 他准备发动 讲完了一天 两天 第三天涨停板 当然 我不是说 我们 这个 很会选股 选完之后呢 这个马上 两天就涨停板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有时候 你买来 稍微等一下下 你不要想要买来的时候 马上就要拉涨停板 马上就追那个涨停板 你买完之后 稍事休息 股价会还你公道的 去创新高 连市长再创波段高 那今天 震荡震荡 很合理嘛 对不对 你买在这里 你随随便便卖都赚钱 对不对 因为今天他创新高 所以 你今天任何时间去买 你都赚钱的 可是如果你买在这里呢 不一定喔 赔钱喔 小套喔 如果买在这里的 哎呀 糟糕 这个 会不会煮熟鸭子飞掉啊 你买在这里 轻轻松松的这边 你爱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我们不去强调那种 当冲隔日冲的那种 那种 今天涨停板 明天下来的那种 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跟各位讲 其实股票投资 就是没有人在买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任何时间都可以买 但是你要有效率的 你不见得会买在这里嘛 你买在这里可能会被洗掉嘛 对不对 那只有在这个底型过程当中 第一个你要忍受他的煎熬 对不对 那最好是买在哪里 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最好 买在这里最好 又节省时间 对不对 也在相对的低档区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找寻 像这种形态 然后呢 刚刚准备 突破的 那么你的胜算就比较大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来追你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你看看 像这个泰鼎也是一样 本益比相当低 它慢慢垫高 但是基本上 泰鼎这间公司 我觉得它目前的问题在哪里 老师啊 他会不会回档一下 稍事整理 有可能啊 对不对 有可能啊 那指标也在相对高涨区了嘛 那回撤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再重新买进 那理由是 我为什么要买它 对不对 股票这么多 那我为什么 很多股票回档啊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买它 理由在这里嘛 去年EPS是5.45元 配息2.56元 它现在含息未出嘛 对不对 那你说股价在 49块 50块这个地方 那股价比它的这个 应该这样讲 它的本益比 对不对 你在54块以下 它的本益比都不到10倍嘛 所以它算是一个 属于 安全 或甚至有点委屈的机油股票 那当然 这个股票 我说 你去追它 短线上面 你会想东想西的 你会欲不想 这个50块钱 从40块涨到50块钱 涨到这里来了 它会不会再回到这里来 你会欲不想嘛 会不会回到这里来 我告诉你回到这里来 你也不要买 你怕就怕死了 对不对 可是整体而言 我讲 它从30涨到 这个40几 然后再回档修正 这个地方拉回 做一个整理之后呢 又上去 所以它每一次过高之后呢 会伴随一个整理 那这个次过高之后呢 那未来伴随一个整理之后呢 我们再重新介入 理由就是我跟你讲的 我们选来选去 看来看去 你要买的就是怎么样 基欧股 那基欧股也不是说 创新高就要买 因为很容易被短线 会被修理 所以这个道理 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来 这个力情也是一样 这个力情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那当然 现在来到这个位阶 我觉得建议大家 暂时就先不要去追价了 暂时不要追价 等筹码 沉淀一下 这个地方 不要轻易去追 那种已经上去的 你说老师啊 这好像回一点点 我去追 暂时不要 暂时不要 你看看 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开始在整理了 它也回到这个 时日均线 这个地方来了 所以你慢慢等它这个地方 整理形态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带你去切入 节省各位的时间 重点是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来追你 这个微软也是一样的 基欧股一路向上 EPS 5.22元 股价从当时我们跟各位介绍83块6这里 1月21号 一路向北 这一涨涨了多少 55块钱 从836涨到138 涨了55块钱 10张就是55万 可不可以再买 回过头来要买 还是买这种基欧股票 那只是股价的位阶 你要买在这里 还是买在这里 还是等回档修正之后呢 重新打底完成 我们再介入 对不对 一个股票 我跟各位讲 你说4953微软 对不对 你买在这里的 一样被套 一样被小套 对不对 那当时我们在那边 跟各位介绍的时候 在1月20几号在这里 在这里 这边涨一大段 涨了一大段 那到底还有哪些股票 我们可以留意的 除了利勤 泰鼎 微软之外 我觉得 有很多公司 在这里 滴滴确确 它是涨多了 那也不建议大家追价 可是有一些股票的 我觉得它整理完毕之后 它随时会上去的 它随时会上去的 那你买了也安心 那这种股票 我觉得待会 我会找一点时间 来跟各位介绍 好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接着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的 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刚刚看到 就是有些强势股票 它持续往上走 那么在这里还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值得留意的 我们刚刚提到一点 就是你看像这个股票 各位你看 这个生洋办 我们当时跟各位讲 它Q&A营收 它比去年第四季的旺季 还要计增3.6% 那年增28.5% 年增28.5% 那当然晶圆薄化这一块 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一个产业 因为你生产晶圆出来之后 你的晶圆 你可能经过一些制程 可是你怎么样让它 去做一些 这个形状 或是它的一个 这个表面上面的一些处理 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工作 那我当时跟各位讲 它的营收是逆势成长的 那今天创挂牌新高 对不对 那当然像这种股票 你说老师啊 那它为什么没有涨停板 我跟各位讲 很多股票你今天涨停板 明天可能就下来 你今天涨停板 可能明天就下来 我们不要讲 我们不要讲那个 小型股 很多中大型的股票 都这样子 所以生产半 我们跟各位介绍 它在创 新高 那你还是怎么样 还是买得很安心 还是买得很安全 在一万一千点 今天已经逼近到一万一千点的关卡 你还是赚钱 你还是很轻松 各位要的不是这样子吗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啊 做股票慌慌张张的 追涨停又担心他下来 今天我要买了 追了 睡不着觉 担心明天震荡 对不对 这个有威科也是一样 我讲这个低价转机股票 我们刚刚提到 上一段也提到 郭董宣布 这个参选总统 当然他是 没有百分之百说死 他说还要再问关公 但不管 鸿海集团的鸿家军 鸿家军里面 我觉得 兵多降广 3580的有威科 你看他营收 三月份 他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 一路成长 比去年同期成长倍数了 百分之142% 赚3块1毛1 配2块1 那 你说 三四十块的股票 在这里 配2块1 这个殖利率也很好 这殖利率也很好 那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你买在这里 轻轻松松的 你不用急 你就轻轻松松的 好不好 我们再陆续 再持续再 再看下去 它属于 低价转机股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我说有些股票 你不要去追涨停板 你不要去追涨停板 你看这有威科就这样子 你买在这里 那你就让它涨停板 自然发生 自自然然的发生 自自然然的赚 可是大多数的投资朋友都是看到 发动了 快要涨停了 赶快去买 受到什么影响 今天涨停板 明天可能还会涨 那明天涨上去 那我再出掉 都可以 大多数的投资人 现在都是在想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想说 你先去买 过两三天 就会有人来帮你锁涨停板 就会有人想说 涨停板隔天可以赚钱 那那个时候你已经怎么样 你已经赚钱了 会不会涨停板 你让这一天的人来烦恼 涨停板之后 会不会续涨 你让这一天买的 去追涨停板的人来烦恼 那你在这里的人就不用烦恼 基本面 还是强调 大幅度成长 低价转机股 对不对 这个波罗威 我们讲 轻轻松松买完 一天 两天 第三天就涨停板 这故事一直在上演 一直在告诉我们 你买的相对机器比较低 它在发动的情况之下 再创新高 连市场再创新高 你接下来 你要想到是怎么样 它还会不会续涨 你让这边买的人去烦恼就好 那你这里买到的人呢 你最多烦恼一件事情 我如果资金也要转换的时候 我把它卖掉 我要买什么 你最多是想这样 你不用去担心什么 我现在卖有没有赚钱 我有没有赚钱 对不对 所以观念在这里 不要去追涨停板 让涨停板来追你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对不对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买完之后 一天 两天 动 对不对 所以我想 很多时候大家在操作股票 记得这个观念 因为现在操作跟以前不太一样 第一个股票太多 第二个 证交税减半 当冲证交税减半 这个厉害 千分之三变量千分之1.5 跟全正差不多 对不对 好 我们不去讲这个 来 好 我们提到六个重点 我们刚刚讲 这个股票 加张 你注意看 这间公司 它在这里 整理之后 然后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发动 开始发动 四十几块钱的股票 四十几块的股票 每股净值四十九块钱 你给它看下去 来 四十五块 每股净值是四十九块钱 而且去年还赚四块五 去年还赚四块五 我们就做对照就好 来 观众朋友 微软净值三十点三五元 EPS 五点二二元 比加张多一点点 多不到一块钱 人家涨到一百三十几块钱 这个泰鼎 五块四马五 也多它不到一块钱 每股净值在三十五点一九元 人家股价也到五十块钱了 对不对 那你说泰鼎委屈 没错啊 本益比不到十倍啊 那这档股票加张呢 本益比也是在十倍啊 更重要是 人家每股净值四十九块钱 股价还在四十五块钱 那你本益比十倍的公司 股价比净值低 我问各位 那这个股票你买 你会不会害怕 它没有涨停板了 它没有涨停板了 可是你对照一下 泰鼎 一路这样上去 微软 涨得不像话 八十三块钱跟各位交 涨到一百三十八块钱 对不对 当然到最后还他公道嘛 那你认为未来加张 有没有这个实力 你自己去想想看嘛 还是那句话啦 你要去追涨停板 还是买来等涨停板追你 你自己想一想 你买完之后 让人家来帮你拉涨停 让市场上的力量 他看到你买的基欧股票 来帮你来抬教 我讲的股票都是这样子 这有位科也是一样 买在这里市场上帮你抬教 为什么我们敢买 你注意看在这里 大幅度成长 对不对 那再来 这股票精彩科 今天恢复正常交易 恢复正常交易 那当然 他被关了十个交易日之后 在这里 会不会再上去 你要持续观察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一段 被 这个分盘交易的情况之下 你的成交量是萎缩的 你的流动性是下降的 你想买 买不到 你想卖 也卖不多 对不对 可是他今天敢拉涨停板 今天我不是跟各位讲 你要去追他 我反而是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油田 因为油田当时 他投资了精彩科 他目前他预计要处分 5300张左右 你知道每股成本是15块钱 精彩科 今天涨停板是在三十几块钱 他从现在 未来的半年左右 他预计要处分5300张 15块钱的精彩科 那这个处分利益 各位自己想一想 你就算精彩科从35块钱 假设跌到20块钱 他每一张还赚5000块钱 那你想想看 他去年全年4.77元 在这里没有涨 你觉得这档股票 未来值不值得注意 我们今天跟各位讲了很多 因为股票实在是难做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这边有一档低价转机 大爆发的股票 我让你先体验 好不好 很多股票跟各位开了 但是开了之后 就没有神秘感了 所以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我们准备好了 所有的小资听众 小资投资人 都可以拥有它 大家一起来赚钱 好不好 大家一起来赚钱 低价转机的大爆发股 你打电话来 让你先体验 不用想那么多 我觉得有的时候 很多股票在这里 你先去做 先赚钱再讲 这些股票 你们都看到了 那在这里 想赚钱的 想买到起账点的 一通电话 我就让你拥有 抢先体验 低价转机爆发股的魅力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赚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